美艄公司 愛媛電視 連結束 我們是無垢舞蹈劇場的藝術總監 林立貞 你不是建立一個數字在那邊 叫別人跳進你的數字裡面 應該是在鯨杯上的資源 場地的資源 还有推广这部分的资源 还有重新教育的资源 都应该要同时再怎么样 要打开 不是说我今天告诉你 我有这一块东西 大家过来抢吧 那种感觉是不对的 对所有从事艺术工作人员 是非常不尊敬的 尤其是拿着笔讲话的人 更不尊敬 甚至于他们连做都没有做过 我相信剧场是一个实践的工作 就是你一定要实践过 你才知道剧场的困难度是在哪里 像训练一个舞者要30年 没有跳过舞的人 跳得不好的人来弹跳舞 你怎么弹 你根本不知道那一个动作 它是需要耗费一辈子的力量 它才有办法完成 时间需要留给创作的人 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特质不一样 因为我们不是联考 你不要把艺术变成联考 他要有一个自由的空间跟时间 由他自己去支配他的时间 然后可能他会十年才会完成一个作品 有些人可能坏的速度是一年 这两个都没有什么是非的问题 是他们正用他们的需要性去完成他们的 那他可以一年你就让他一年 他可以要十年你就要十年 你把它规定成一年一定要有一出戏的时候 你不是浪费所有资源 我想问他们说 这些人的每一年的一出戏里面 你们这些要凭这些人出来的时候 你们给他找到什么地方可以演出的空间没有 完全没有 有没有好好计算过 这些人每年一次的演出 会造成他们有多大的伤害 也没有 因为一年一个作品 我相信不会说不好 但是绝对不会精彩 其实我讲的这个经济就是说 事实上经济是 只要是能活着离不开经济的 你经济只是一个转化的形状而已 我们如何在里面去善用 我们的经济 然后计算我们的经济 用最少的东西 达到最大的效果 不管是对自己也好 对周边的这些空间 对我们在讲到跟地球的关系 跟物种的关系 我们不可以一直把自己当成是最重要的 当你是最重要的 你是最危险的人 所以艺术就要表达这一部分 不是你自己多厉害 你自己是一个超级的 这个有天分的超级什么 这个都不是艺术要表达 艺术是一个关系 是对全物种 整个大环境的关系 这样子我们的环境 会变得越来越美 越来越精致化 精致化不是说我用那个名牌 这个绝对不是 怎样把环境做得更好 好就像你人内在 你人内这样越来越健康 你外面什么东西都不带也没关系 你穿一件简单的衣服 造一块布 也都是很美的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所产生的 那个美感的经济美感 就已经扭曲了 我自己感觉扭曲了 当然我不能代表所有的人 所以在我的舞蹈里面 我也是尽量把所有东西减少 人利用我再利用 而不是说我去创新什么东西 我要做的是有感情的 大家互相可以感受得到 然后可以触摸得到 可以闻得到 这才是我们想要做的 然后对了就是这个 这个才是对的 感谢观看